這個我不行 不行 不行 今天這個企劃不得了 我要來詳解 在新冠疫情之下 小朋友最常使用的6種藥水 因為現在很多家長也擔心 兒童染疫的人數越來越高 大家都會希望 家裡有一些兒童常備藥 其實對很多不會吞釘劑 或是不喜歡藥粉的小朋友來講 藥水就是最適合的選擇 所以今天我整理了六款最常見的 居家感冒或是新冠肺炎的常備藥 好的 那麼第一罐藥水 這個家長們一定非常熟悉 叫做安加熱 Antiphate 安加熱這罐藥水 它的成分就是鼎鼎大名的 Acetaminophen 也就是大人普拿藤一模一樣的成分 那安加熱這個藥水它的劑量是 體重除以二 每四到六小時可以使用一次 那使用的時機像是小朋友發燒 喉嚨痛或是有些肌肉酸痛的時候 它有蠻不錯的解熱跟陣痛的效果 好 那我們來喝喝看它的味道如何 它上面寫的是草莓口味 它可以真的做得很像草莓嗎 喔 不錯耶 好喝耶 我覺得調味調的不錯 這也是本人第一次喝這個藥水 這個安加熱的藥水我覺得還不錯 它並沒有說那種很明顯的那種藥水味 它其實就是一個甜甜的糖醬 好 不錯 好的 那麼第二罐藥水 這個各位家長應該也算蠻熟悉的 它也是所謂的解熱陣痛藥物的一種 它的學名成分叫做 Ibuprofen 你可能會拿到像是什麼 布洛芬 伊普芬 對 或是這個叫做蘇益痛等等的產品 那其實你看一下它的學名都是 Ibuprofen 那 Ibuprofen 它是一個我們叫做 Nset 非類固醇止痛藥的一個藥物 來講我們推薦像是如果發燒已經超過39度了 這時候你用按加熱的退燒效果會有 但可能就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這時候用這個 Ibuprofen 這個藥水它的解熱陣痛效果會更加明顯 好 那一樣我們來喝喝看它的一個口味 這個大部分都是葡萄口味 好甜喔 小朋友應該也很愛 它的葡萄口味那個葡萄的風味是很濃郁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甜度真的是蠻高 我一開始是覺得那個葡萄味好香 那第二個感覺就喔 好甜 但一樣沒有什麼很噁心 那有糖漿的味道 所以一樣我覺得這個對小朋友來講 應該也蠻好喝的 那有些人也會問說 那它除了解熱陣痛效果比較好 跟安加熱還有沒有什麼樣的區別 那因為就是班式有利也有弊 它在大人身上比較容易會產生一些胃痛 或是影響腎臟的一個狀況 但是因為小朋友它的一個器官功能 相對都非常的OK 所以其實以小朋友來講 喝Ibuprofen這個藥水 基本上很少會觀察到副作用 所以各位家長如果需要使用就使用 其實是不需要太過擔心的 好的 那麼接下來講第三罐藥水 各位家長一樣非常熟悉 叫做我們的Cipromine 西普利敏液 西普利敏液這個藥水 它是第一代的抗主治安 一般來講用在一些打噴嚏 瘤水鼻塞 有一些鼻子或過敏症狀的小朋友 西普利敏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藥物 它上面寫它是這個什麼香草牛奶口味 所以有藥水可以做在香草牛奶口味 那麼厲害 這我不行 這我不行不行 西普利敏液那麼難喝 Oh My God 好啦小朋友可能還是會覺得它甜甜的不錯 但是我覺得它的香草牛奶口味 完全沒有香草牛奶的感覺 而且它的那個藥水味真的就是蠻重的 天啊沒想到西普利敏液 沒有很好喝耶 好啦那剛剛講的 它其實是第一代的抗主治安 所以大部分小朋友喝完之後 可能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點試睡 對啊 如果是本來就比較容易便秘的小朋友 這個藥吃比較多吃 有可能便秘的狀況會變得比較明顯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一個副作用 給大家參考 好的 那如果你一樣要吃抗主治安 但是你不想要有剛剛那些試睡啊 或是有那些比較容易便秘的副作用 你就可以挑選這一罐聖克敏液 那聖克敏液它的成分是Septirizing 它是所謂的第二代 就比較新一代的抗主治安 那它的藥效跟剛剛西普利敏類似 就一樣是吃我們這個流鼻水啊 打噴嚏啊 鼻子或是身上過敏的這些狀況 聖克敏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它整體的藥效 我個人使用經驗會比西普利敏再差一點點 但一樣凡事有利有弊 聖克敏液它就比較不會有剛剛講的那個 試睡啊那些副作用 好它是什麼味道呢 喔讚 喔這個還不錯還不錯 它是香蕉口味 就是你剛喝進去的時候 的確是有蠻濃郁的那個香蕉甜味的 它的一個偽禁還是有一點點藥水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跟西普利敏比起來 聖克敏好喝多了 好喝多了 對對對 所以如果小朋友真的無法接受西普利敏的味道 可以考慮聖克敏 好講完流鼻水流鼻涕的這個藥物 我們來講一下咳嗽 對因為小朋友得到新冠肺炎或得到感冒 常常也會有一些咳嗽有痰的狀況 那其實咳嗽的藥水在小朋友身上 其實蠻多選項的 那我挑了這個叫做咳酚啦 那它的成分是這個 它是一個驅痰正咳的一個成分 其實是驅痰為主啦 那小朋友大家也知道 它的一個咳痰能力比較差 所以咳嗽能力比較差的結果 我們適時的使用一些化痰藥 他們把那些痰咳出來 其實對他們的咳嗽症狀也會有些幫助 我們來喝喝看 這個不錯 這不錯 好喝 它不是苦草口味 這個叫什麼口味 不會形容 反正也是一種天天堂香的口味 其實我覺得藥水 不要難喝的關鍵 就是不要有那個藥水味 有那個藥水味就會很難喝 那這個咳嗽的糖漿 我覺得也還蠻不錯的 好的 最後一罐藥水叫做這個 胃利空懸浮液啦 這個商品名叫做Wimpty 然後學名叫做Donperidon 這個藥物 這個就是所謂的止嘔吐的藥 有些體質特別敏感的小朋友 或者是你服用過量 有可能就會產生EPS 就喝完 然後小朋友 臉歪一邊 眼睛上吊 舌頭歪一邊 啊 動作傷害 對 非常少數的小朋友 有可能會產生EPS的症狀 如果是真的是對這個藥過敏或服用過多 但是99%小朋友是不會有這些狀況 所以家長還是不用太擔心 因為其實新冠 有時候小朋友發燒怎麼樣 多多少少腸胃不舒服 還是會有些嘔吐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想要止吐 這一罐就還不錯 那這個Wimpty這個使用建議劑量 是體重除以4啦 那大概三餐的一個餐前 可以使用一下 還有促進腸胃蠟動 解這個噁心嘔吐的效果 黃色的 吃吃看它是什麼味道 嗯 這不錯 這不錯 它加了一點酸酸甜甜的那種感覺 所以是一個酸酸甜甜 無法形容口味的糖漿 那一樣 它是沒有什麼太明顯的藥水味的 那基本上使用這一類 解耳心嘔吐的藥水 照建議盡量使用 EPS真的是不用太擔心 就算發生了 那部影片也跟你說了 它是一個良性的表徵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 就趕快帶去給醫生 用一下解藥 或是你讓小朋友多喝水 你觀察一下 其實最後藥物代謝掉 所謂的這個罕見 EPS症狀就會消失了 好的 那以上就解析六種 這個兒童常用的這個新冠 或是感冒的常備藥物啦 那最後給它一個好喝程度的排名 好啦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 真的都蠻好喝的 那敬培莫作的 叫做西普利民 有時候是這個非戰之罪 就可能就是抗鼠之安 本身就是會有那個藥味 對啊 這兩個倒數第一名 跟倒數第二名 那其他的 我覺得相對來講都不錯 好啦 大家也不用擔心我沒有生病喝這些藥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這些藥對我來講 劑量都會太低了 我剛才這樣子 長急以後 說不定完全沒有任何藥效 這大家是不用擔心 那最後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家長 其實藥水 或者是所謂的藥粉 或是定劑 他們唯一的差別 就是他們劑型的不一樣 同一個成分 並不會說什麼 藥水效果就比較好 或是藥丸效果就比較好 其實不會 對 因為其實我們醫生都會照體重去算劑量 例如說一個20公斤的小朋友 他可以吃半顆藥丸 或是他就喝10CC的這個 所謂的安加熱的藥水 其實他們的藥效都是非常類似的 其實就是看小朋友 他是接受什麼樣的一個劑型 我們就會開相對於的劑型給他 這樣子才會服藥 吃的比較不會那麼不開心 然後發揮藥 應有的